一個背靠背 背靠背 背靠背 吳宗憲和女兒吳珊如 為了新節目定裝拍照 兩人默契極佳 用眼神就可以溝通 我們兩個是心靈可以相通的 他現在心情 跟我的心情 我們是很容易就連結在一起 他其實不需要我帶 我講真心話 他各方面條件都比較好一點 帶女兒 帶一個新人 就像放風箏一樣 對 爸爸勢必是要拉著你跑一段的 你一定可以飛得比爸爸更高 手上節目滿檔 為了寶貝女兒Sandy 硬是空出時間接下新節目 不因為忙碌就忽略他們 這輩子沒有看過比我更好的爸爸 每一個孩子我都是親自 帶大他們 我講到時候都快哽咽了 你哽咽幹嘛 我才哽咽咧 你爸爸一輩子都沒有對你講過一句 就是重話 比如說 嗯 幹什麼 一輩子沒有 講到當爸爸 吳宗憲臉上充滿驕傲 雖然曾傳出不少緋聞 但私下的他完全不同於螢幕形象 我的媒體形象 是來自媒體 但是我的孩子 點滴在心頭嘛 我不敢說我是一個很好的先生 但是我絕對是一個最好的爸爸 你以後等我飛你就知道 對不起 對不起 和吳山如互相吐槽開玩笑 兩人互動自然 沒有天王的關懷 只看到愛女兒的吳宗憲 所流露的疼愛和關懷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